HELLO 大家好,我是尚尚看見朋友 那麼今天我們為大家一拳超人合作的更多情報 那麼在下一周就是一拳超人合作的最後一周了 會推出夢魘級卡片《波羅斯》 不過目前所釋出的所有情報來看 波羅斯只有大家畫面中看到的這一張美術圖 他並沒有釋出任何其他的美術圖 但是在原作之後呢 波羅斯可以一直變身有好幾種型態 所以這一次很有可能神魔只有牽了波羅斯的這個型態 那可能不太會有變身系統吧 那希望官方可以打我臉喔 那除了這個美術圖之外 官方也釋出了更多關於波羅斯的技能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這個波羅斯作為隊長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整隊的血量又有五萬六 那說實話這個實體性量是非常少的 所以通常這種隊伍都還會打一些減傷或檔死 那如果他完全沒有任何減傷檔死 那這隊就真的蠻爛的 好那這邊波羅斯作為隊長的話 可以看到隊員的配置除了波羅斯之外呢 都是魔族 所以這隊主要應該是以魔族隊員作為主隊 好那不過比較這個奇怪的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版面上面 居然有出現神竹珠 那如果說這隊是以魔族作為配置的話 怎麼會轉出神竹珠 而且這邊我們仔細可以看到 這邊整隊就只有隊長的波羅斯的主動技能 是被開過的 所以合理的判斷這個版面應該是 是波羅斯的主動技能所轉出來的 那並且假設如果他已經開上波羅斯的主動技能的話 好那為什麼左上方沒有狀態 所以合理判斷他這個技能 應該是只有版面上面的變動而已 那我們仔細觀察這個版面 除了這個神竹珠之外呢 還有整版的強化珠 而且光跟星珠好像特別多 那並且還有五屬強化的一個版面 所以估計這個版面應該是 他會給你轉出這個固定數量的一個珠子 那並且能夠解五屬強化盾 所以波羅斯他的主動技能應該 目前我們能得知的情報來看 應該就是一個固定轉版的一個功能卡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特效 那這邊轉完之後他會有這個 波羅斯拳頭的一個特效 那並且還有一個細節是 這邊我們整個轉完是只有7COMBO 所以整隊應該沒有額外加COMBO的隊伍技能 所以這大概是兩個這個結合起來 我們能看到的情報 那所以這個波羅斯大概這個情報 就在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大家對於波羅斯有更多看法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想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更新的影片 別忘了看一下你的贊鈴 以及關閃小鈴鐺 下集我系列明星期待會見你 然後下開我們就到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